那這個地方題目都很重要 因為將來你如果看懂題目 其實答案就在題目裡面 如果你看不懂題目的話呢 那哪怕是他已經告訴你怎麼做 你也不會做那就麻煩了 所以特地注意 那剛剛主要是利用取代 取代的方法 然後再加上尋找 尋找這個TOTAL 然後把它 用刪除列的方法 就全部刪掉了 那接下來B的部分是範圍名稱 那範圍名稱的話呢 就是他要我們A1到G151 要把頂端列設為範圍名稱 那什麼叫頂端列設為名稱 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剛好就A1到G151 那 以前我們要定義名稱的話 通常是什麼 把範圍選起來之後告訴他什麼名稱 比如說這個A2 A2有沒有 到Ctrl Shift向下 這個範圍名稱叫 上面這個名稱 那以前我們是 如果我要把這個名稱定義的話 我可能會先把這個名稱先選起來Ctrl C 然後取消之後的話呢 把這邊 點Ctrl Shift向下 A2到 A151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名稱放在這裡 貼上 然後Enter 這樣就多一個Product ID 叫這個範圍 可是喔 你會想說這邊總共有A到G啦 有7個欄位 那你不是要去做7次嗎 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有 什麼方法 就是我們要講的 我Ctrl Z一下 我先把它恢復 1把優標放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意思就是把範圍整個選起來 2的話呢 請你找到 這個 公式裡面喔 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從選舉範圍建立 這個功能還蠻好的 因為以前我們要 建立A到G 7個欄位 裡面要做7個名稱 但是喔 這個如果你要一次就把他全部7個名稱建立的話 很簡單 從選舉範圍建立 請你在這邊打勾的地方 只有打勾頂端列 那所謂的頂端列指的是什麼呢 他其實這邊有敘述嘛 他建立名稱 從選舉範圍自動建立 那所謂的頂端列意思是說 我的名稱在這邊 那我的範圍指的就是這個範圍 我的名稱在這邊 我的範圍在下面這個 OK那所以7個就自動建立了 記得喔 頂端列喔 按確定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有沒有幫我建立7個名稱 那我怎麼知道有沒有建立很簡單 你在從公式裡面名稱官員點一下 理論上這邊應該有7個 7個範圍 那怎麼知道對還是不對 比如這個 PodaID看一下 PodaID 有在這裡 那你可以再點他下面的範圍 A2 到 A15 沒錯 然後這個 下面這個是Rigio Rigio在這裡 是B2到 B151 看一下 也沒錯 所以啦 利用這樣的方式建立 那個名稱 應該是最快的 不過前提就是說 他的名稱 必須要在頂端列 OK 所以喔這個方法我建議你可以記下來 因為現在很多地方都可以這樣用 好 那建立完這個名稱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有7個名稱了 7個名稱之後呢 要做什麼呢 B就完成了 OK這個B OK那接下來的話呢 C欄是 SalesAmount 欄位 就G欄的地方 他 使用範圍名稱建立公式 然後他說什麼 SalesAmount Sales應該銷售 Amount是總計 銷售的總計呢 為 UnitPride 就是 單位售價 與什麼呢 與Sales QTY 他的銷售 銷售數量 他的 對 銷售數量乘上他的單價 那就是 總計多少錢 可是他說要用 名稱的方式喔 OK 然後要取到 要千分位樣式 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我們先完成 C之一好了 所以喔 SalesAmount在哪裡 SalesAmount在這裡 然後 這個是單位嘛 也就是他的 一個多少錢 然後總共銷售多少數量 好 那把它相乘 那以前的做法是 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 乘上這個 銷售數量多少 1750 元 但問題喔 他這個地方有一個特別的要求 就是說使用範圍名稱喔 你不能用那個什麼 不能用 直接指向這個儲存格的方式 所以這個方法 叉叉 當然答案一不一樣 答案一樣 但是他不要你這樣做 那你要怎麼做 等於 一樣等於 然後按F3 直接去取用這個欄位 直接去取用這個欄位 欄位名稱叫什麼 UnitSupply 這個 乘上 再按F3 這個欄位叫什麼 Sales QTY 所以Sales QTY 用選的欄位 按確定 好了之後的話 一樣打勾 看結果一不一樣 結果一樣 1750 可是你會發現 他怎麼全自動 因為他偵測到說 你這個底下 做的是一樣 所以他自動幫你把全部都 自動填滿了 了解一下 你的公式傳出多個 值 因此 我們已經將溢出到 所以你會發現這種方式 他 為什麼溢出啊 主要是說 我們現在指的是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指的就是這個整個範圍 有沒有 所以整個範圍不是只有一個 而是指整個範圍 所以這個也是指整個範圍 那你目前儲存歌就一個 可是你指的是要把這些相成 所以他自然而然他知道 原來你不是只要這個啦 你其他的都要 所以他自動的幫你把其他的也通通完成 OK 好那這樣的話就完了 記得 我們主要不是用儲存格 是要用名稱 所以要先定義好 然後給公式的時候 有個很重要一點 記得用F3 然後去選 他的那個 藍位名稱 比如 這個 UTIPRIKE 然後乘上 F3 這叫 Sales QTY OK 你說老師那可是我按F3 他沒跳出來 他沒有反應 我可不可以自己打 其實也可以 F3只是說方便你取用 而且啦 我是今天用F3好處 反正你用選的 絕對不會打錯 但是如果你自己打的話 我覺得有可能會打錯 打錯的話 成功是 得到的結果 可能就不是你要的結果 OK 所以 定義好名稱 然後計算出結果 打個勾 這樣就溢出 自動OK了 好了錯的話呢 那待會我們 還有啊 我看一下 這個做完了 然後再來的話 指定為千分位樣式 小數點第2位 所以千分位樣式 這個範圍 所以 Sales and Mount Ctrl 9向下 選起來之後 千分位樣式在哪裡 還記得 常用裡面不是有千分位符號 在哪裡 千分位在這裡 有沒有 很大很大一個豆點 那也就是說 一千就一個豆點 一千就一個豆點 就對了 千分位符號 那他預設的話 是取到小數點的第2位 所以如果你千分位符號下面看一下 是不是取到小數點第2位 沒錯 那未來如果說 你說 老師我不要小數點 那你可以減少小數點 如果你要 增加嗎 OK 所以請買方便 請各位試試看 那把那個 先拿到這裡 OK C的部分